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金马奖导演于堪平年少轻狂,经常打架闹事 一直悼念了传播科系才找到人生的方向 33岁那一年,他指导的电影《搭错车》在金马奖大放异彩 现在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金马导演 把对电影制作的丰富资历和热情带进小园 这是一个讲述原住民和汉人关系的故事 因为对原住民身份的歧视,相处上充满霸凌 许多人视而不见,不平的事一再地重复 演出的同学们都是原住民 这一出舞台剧多次巡演,获得无数奖项 幕后推手是这一位知名金马导演于堪平 各位把自己的心理状态把它调试到最好 那就会有非常精彩的演出 重演超过40年,1983年的电影《搭错车》是代表作 五个月内八次重演,获得第二十届金马奖四大奖项 但这一位奇才曾经也迷惘过 我到世心去念书大概第一年第二年还是打混 混小太保打架之类的 可是两年之后我就发现我真正是很喜欢 所以我在世心在后面几年的时间 我的成绩是非常的好 最终是母亲的音音劝导才让爱玩小子迷途知返 开始在表演工作上下功夫 27岁就被推荐成为导演 指导过无数部电影 人文田野调查超过30年 长期投身原住民影像记录《人才培育》 演而幽则导 近年他把重心放在教学上 进入北台湾的影艺大学 担任专任讲师 从一个电影的制作者 改变成一个电影教育的工作者 责任很大了 对 不过跟这些同学在一起 其实我收获也非常的多 因为透过跟年轻人的互动 让我更了解 这个那么长的时间 那么长的这个时代里面 时空的转换 对年轻人产生的改变跟影响 我们都叫鱼爸 他我觉得他鱼爸教导我们 他也是用心在教 因为他也是用他以前 就是在拍戏啊 还是知道演员啊 来教我们 他很凶的时候还是很凶 很凶 我也有被他凶过啊 就是可能 他跟你讲很多次 如果你还是没有做好 他还是会很认真严肃地 指导你 来 爱的鼓励 你来喊 准备 来 好 加油 OK 来 先要准备 OK 5 4 3 2 3 B CAMERA 多力 重庸影视传播系 第四届毕业往外 Action 和于堪平有同样使命的 是金马导演李佑宁 和资深导播彭明卿 这个打板 到这个叫 SONG 叫CAMERA 叫Action 业界跟我们现在这边讲 要讲个所以难来 那我就负责讲出所以难来 在李佑宁的演艺厅堂上 学生们认真地学习 片长语言 这位拍过12部 底片电影的大导 面对数位时代 他由古典电影大师的 经典手法切入教学 希望共同激荡出 演艺新生命 写剧本 就是你满腔的乐学 报复才华 对不起 把剧本先写出来 我看一下 所以剧本可能还是很重要的 那从又在培养剧本上 花了很大的功夫 我们大概两年的课 都有非常严密的剧本的训练 多元传播世代 学生挑战更大 只会后空翻 或长得漂亮 会S型扭腰摆臀 已经不能得到掌声 现在除了要会跳舞之外 甚至就是你还会唱歌 还会演戏 在边跳之余 你要把戏剧加进去 并要做很多跨界 而且要了解到 比如说灯光 音控 一些幕后的东西 多面向学习 金马 金钟 金曲 三金业界巧楚 道效专任 学校成为一个大平台 学历 实物并行 培养全方位人才 于堪平 细说从头 素人只要努力 也有出头的一天 发光发热是累积 而不是奇迹 好 谢谢各位 感谢收看 我是白鑫怡 台湾100个故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